好 又到了這個歲末年終 每年最重要的 當然很多我們這個業內 或是說我們圈內的人 都會去做所謂的補財庫 這是一個民俗上的活動 當然這算什麼意思 這個我想很多朋友 大家也都知道嗎 如果你在台灣長大 我覺得很多民俗上面的東西 其實重點倒不是在於說信仰 而是在於它的邏輯 比方說也有一些 可能基督教的朋友 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這也是一種想法 就是說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現在賠錢是為了要讓我學習 逆境當中如何找出更好的股票 藉由這個機緣 讓我來學得股票應該 怎麼樣來操作 所謂的怎麼樣操作 倒不是見得每個人都有標準答案 每個人他的節奏不同 有的人他可能要用更長的節奏 他可能半年看一次股票 他當然就比較做中長線 有的人他可能天天都看得到盤勢 你可能就比較適合週進週出 對不對 對你來講的話 就有一個標準答案 什麼時候先出一趟 台銀電在高檔先出一趟 低檔再接回來 600出一趟 400再接回來 然後500 公佈上去 再先出一趟 拉回進行再接回來等等之類 你就週期比較短 你就期望值 有可能就更高 對不對 所以每個答案當然堅持到個性 所以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民俗上面很多東西 他到底是不是迷信 那麼就好像算命一樣 算命到底是不是迷信 其實我覺得 老主重留下來的東西是這樣子 如果你把它當成一種宿命 那你就是迷信 但如果你把它留下來的邏輯 當成是 你人生進步的一個觸擊 那就不是迷信 我舉例來講 牛頓的萬有引力 牛頓的萬有引力 他不是在 教室裡面 他不是先想到說 我要證明 我要證明萬有引力 所以他就一直研究一直研究 有在教室裡面 在研究室實驗室裡面 去把那個東西推出來 不是嗎 他是本來不知道 我要去推這個東西 但是掉下來的那顆蘋果 砸下來給他一個啟發 而那個蘋果砸下來 對不對 至於有沒有砸到他的頭 兩派說法 這個我們就不討論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去談 但是那顆蘋果是正式 對不對 就是說牛頓他在樹下 那顆蘋果掉下來 所以觸發他想要去證明 萬有引力這件事情 那蘋果掉下來這件事情 是不是一個他原本就要 在他主打範圍內的科學 不是嗎 他是一個偶然 他是一個觸擊 他是一個靈感 左腦 對不對 右腦的話你就是 被觸發的以後 你去把這個公式推出來 所以說 有一種說法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我隨便舉 坊間最常論令的有幾種 比方說八字 只為斗數對不對 比方說有一個人 我告訴你說 你這個有財沒有庫 那因為你這個填宅工 子填線很差對不對 你要是有懂一點的話 因為為什麼 現在因為APP 指揮排盤都免費的 你就現在很多人就輸入 都免費的 所以我就隨便講沒關係 有的人他自己也會看 像以前那種是要給人家算 什麼800塊 那我就不講 現在的話APP很多下來都免費 所以我就隨便講沒關係 很多人可能也看過 都存在自己手機裡面 他說那你這個填宅工不好 或者說他今天講說 你這個太陰作命填宅組 你填宅工很好 所以你要不要做股票 你要把錢丟到房地產 假設我這樣子告訴你 那就有點迷信 對不對 因為古代沒有銀行 古代也沒有會計觀念 你說你的房子是你的資產 一定是嗎 誰跟你講的 你跟銀行貸款的 誰告訴你說那是一定的資產 近幾年房價是在上漲 你如果說在早幾年 房價在動盪的時候 你追到最高的位置 房價掉下來8到10% 你又高貸款 你怎麼會有填宅呢 沒有啦 那天底 不好意思 古代人沒有會計觀念好不好 古代人沒有會計觀念 應收賬款在資產裡面這個概念 在古代人是不懂的 對不對 所以我反過來講 如果你有一個資產 它本身不是不動產 但是它固定 而且它的價格波動非常的小 然後每年會給你多少 你說它算不算不動產 我就舉一個例子來 來講 如果你拉長時間週期 60年一個價值來看 黃金稀有金屬算不算 你知不知道 你小時候金子多少錢 很便宜 你知道嗎 因為它跟通膨的 中間又經過兩次 兩個國家 一個中國 一個印度 兩個在推升的時候 他們在起步的時候 又推升了全球的金價 你知道我小時候那個金價 現在大概漲了 我看十幾二十倍有 以前這隻戒指 這樣打一隻才多少錢 對不對 我講一個什麼東西就是說 比方說我另外再講一個 像有人 我舉例子來講 你們網路上應該都看得到 說這個地節地空在財博 你絕對不能做股票 你做股票一定輸 怎麼做怎麼輸 這句話對不對 你如果相信這個宿命 那就是迷信了 但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觸跡 你說古人為什麼說 節空在財博不能做股票呢 那這個時候你就回到股票市場上來 像牛頓 那顆蘋果是觸跡 但是推倒公式是科學嘛 那如果你不曾想過這個問題 或許論命的來跟你講 它也是個觸跡 但是你要回到正統的投資學上去想這個事情 說什麼樣的股票會賠最多 你覺得什麼股票會賠最多 在你生命當中 漲多的股票賠最多嘛 你很少看到那種底部沒有漲過的股票大跌吧 很少嘛 除非有特殊狀況 通常都是漲上去追到高點掉下來賠錢嘛 貨櫃三雄 對不對 對不對 聯發科 對不對 張上去掉下來 張上去追到高點掉下來賠最多嘛 對不對 國劇 宏達電 對不對 貨櫃三雄 就這幾個台灣最知名的案例嘛 基亞 浩鼎 對不對 張上去掉下來賠最多嘛 所以 如果古人告訴你 節空在財博不能做股票 那古代人也沒有股票 現代的論迷是告訴你 節空在財博不能做股票 他的意思其實是 我要反過來解 如果你讓我來論 我會說 你有抓到標股的本事 但是你不會出 所以你要做股票 但是你要學怎麼賣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 不是迷信 因為 選股跟賣股 這兩件事情 是每個人都要學的 對不對 那或許這個出擊告訴你 你的個性特別需要學這個 那有人說我命中無節空 為什麼做股票都不會賺錢 因為你都不敢 買標股 你怎麼賺 所以 財博有節空的人 最應該做股票 你最應該做 我講的東西一定跟那個 網路上講的完全相反 你放心 就像我教你的技術分析 也跟人家相反一樣 對 就講了什麼道理 你相信他就是宿命了 那就迷信了 你就迷信了 你就迷信 那就迷信了 你要把他反推回來 為什麼這個人會賠錢 那你就 想嘛 股市當中最容易賠到大錢的 就追到最高點 一千二的台積電 一千塊的宏達電 四百塊的基亞 七百的號頂 對不對 兩百三的長榮 對不對 但你說做這些股票不對嗎 怎麼會不對 很多人賺很多錢好不好 就是要做這種股票才賺得到錢 那怎麼辦呢 老師 周日落全出就好了 這麼簡單 所以你要寫的是什麼 在周日落來臨的時候 放開故事 尊重那個價位 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拉回來補財庫這件事 誰最需要補 誰最需要補財庫 要怎麼補 其實我們講一個很簡單的 你什麼時候覺得最有自信 身體健康神清氣爽 你就補好了 如果一個人每天 砸七砸八回家也吵 出門也吵 路上塞車車子拋錨 你做怎麼會順 對不對 對吧 所以怎麼樣讓自己神清氣爽 第一件事情就是怎麼樣 不要被市場上操控 因為什麼時候你覺得最順 你賺錢的時候覺得最順 所以重點第一個 不要讓自己賠錢 那有的人就說 你講得太簡單了 我教你 先加入我們的Light 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 我講真的 補財庫先加入我們Light 我是跟你講真的 不要 我不是在開玩笑 我講真的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你真的 你看我的文章看一個月 你看一個月看 有沒有覺得神清氣爽 我們不要講一個月 你只要看我的文章看三天 我就問你有沒有 四別三日刮目相看的感覺 三天就夠了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我們就等著看禮拜一 你有沒有四別三日刮目相看 的感覺 好不好 我明天就PO一張 我昨天說要PO的 今天大家看到了 昨天掃進來了 恭喜大家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量縮 這正常量縮 這裡有一個缺口拉回 巴菲特要去買台電那一天 所以就是 就巴菲特 對吧就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覺得 巴菲特買台電這件事情 特別需要講什麼 但是很多人都一直講 假如說你看到巴菲特買台電 你才去買的話 你需不需要補財庫 目前看來需要 對吧 因為你看到他買你才買 目前是賠錢的 對不對 那要怎麼讓自己神清氣爽 就是你要買的比巴菲特還要低 反推回來就是這個意思 買的比他更早 早一點買 他買完以後你出戶給他 對吧 那你就等於是 對決華倫巴菲特 把他錢挖過來對吧 好那我們看一下 因為美國股市一直跌 這我也講過 特斯拉 我不講了 現在大家開始講特斯拉了 簡單一句話就是 最好的日子過過了 那BMW MANZ 奧迪 Porsche Porsche 對不對 要 這個發音會被糾正 這一些所謂的 就是很會坐汽車的人 通通都要去坐電動車 我認為碰達特斯拉是遲早的事 你說 我隨便舉一台例子 那個 最近BMW發表那七字頭有沒有 你去看那個愛七 對不對 同樣花四五百萬 同樣花個五六百萬 對不對 你特斯拉選配加到滿 你去看看 你去坐坐看人家愛七那個後座 我的媽啊 結局是什麼 人之所好各有好壞 我不論高低 我只講一件事 特斯拉你最好的日子 過完了嘛 就這樣 這沒什麼 那 是不是汽車股就不行 當然不是啊 非特斯拉陣營未來十年大利落 好 那這個股市就有兩種想法 然後繼續講 所以這個指數既然跌的話 陽明也受到影響 霍魏三雄拉回來 持續擴敵當中 那是萬海 萬海 那這一根長紅棒的 成交流比較大的 這根長紅棒有回來回撤 今天既然破時 軍民就要收上去 明天不收上去的話 這個禮拜日落的機會就大了 好 那我們看到櫃買拉回 那櫃買拉回的話 當然週日落 週日落是我們上禮拜就講過了 所以櫃買拉回一點都不奇怪 對吧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 就是說股票你會出這件事情 第一個你財庫就補了嗎 你會出就補了 你不會出補不了嗎 那怎麼看股票有沒有週日落 掃我們的賴進來 週日落會告訴你嗎 就這樣子 我每天都會寫誰日出誰日落吧 財庫是不是補了 什麼叫財庫 我簡單講 假設說有一杯水 對不對 它現在有七分滿 你說幫我倒滿 我倒沒錯 但是倒不滿為什麼 它下面有破洞 好比說你今天八方雲集你有賺錢 好比說你今天美食KY 你今天這個精華酒店你賺錢 但問題是你聯發科破洞破底 聯發科賠大錢 你要不要補財庫 你要補啊 因為杯子破洞啊 你左手才賺八萬 右手賠八十萬 你不補誰要補 因為你不會賣啊 所以日出日落重要嗎 重要 掃入我們的lighter行不出 周周預判誰當主流 對不對 提前跟你講生計要漲 十二月的時候 等到生計漲上來告訴你 漲的時候不能封 給你漲一個禮拜還不夠 八天 漲八天 漲的時候不封 那跌的時候也不要慌 為什麼呢 生計在跌的時候 它是從某一些股票 比方說製藥股 它轉到其他地方去 比方說南光對不對 好 那震盪了嘛 那我們看到科研 早上有人去拉他 結果呢 留一根上影線 那表示說有人當衝客 先衝出來了 衝出來的話 昨天的低點如果沒有失守 這根上影線就有機會 在週四週五往上攻 把這個填滿 這個道理就好像是 像盧利芬也是 大家說生計股 是不是賣壓出來了 對不對 這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你現在的行情裡面 只要在10點鐘以前看到8% 基本上都是賣點 但是我們有提前跟各位講 有沒有 寫在這邊 不要慌 你看一下這個時間點 對不對 不要慌 對不對 資金轉回來哪裡 北半球極洞 對不對 北半球極洞 梗鼎 有沒有 第一根之粗 所以 掃進來我們的LINE 第一個我們這個公益活動 不談費用 沒有這種東西 這公益活動 人人都可以掃 掃進來這個我們不收費的 掃進來以後 每天都會有一篇這個文章 在盤中 來跟你追蹤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是不是三級跳 財富也補了 就像我跟各位講 有沒有 為什麼跌時不要慌 生計股在跌的時候 資金轉到什麼 有一檔11月營收創新高的股票 這禮拜二 昨天的盤中 今天早盤攻上漲停 有沒有 11月營收創新高的生計股 轉到機器比較低的位置 結果今天 攻上去了 所以掃碼這件事情很重要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雲品 市場上的話題 當然集中在這幾個地方 來 創新 把昨天上影線吞掉有沒有 所以留意一下 今天的上影線 明天也有機會漲停板 從今天的上影線當中找尋 明天會供上去的股票 那精華換手 對不對 這是最標準的解封甘利 海灣其實我們今年做第二次 飯店的價值在於幾個地方 比方說雲品 它有日月潭 對不對 很可惜我們沒有在 在東化北路沿線 這條松山機場的飯店掛牌的 但是 航空城那附近 有機會 有轉投資那邊的 但這個我先不講 飯店的價值在於你周邊要有 大家來台灣一定會去的地方 像這個就是阿里山 有沒有 它有轉投資飯店 還有阿里山 台灣我們之前在六月的時候做過一次 這次第二次又再度轉牆 美食KY創新高了 其他的連鎖餐飲都會在解封的概念 舞台庫的第一條就是維持身體健康 神清氣喘 根本不該為股價煩惱 所以我們這裡還是迎青春 來告訴各位說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來 今天掃碼進來 小老鼠 G-O-L-D-M-O-N-E-1-E-2-8 每天盤中提前來跟各位做一個 幫各位做這樣掃盤的動作 你就神清氣爽 因為你新聞不會解讀 我們會解讀在裡面 那我們先進東廣告稍微回來 你像聯發科 今天早上很多人說 要不要殺在這個低檔區 會不會殺在低點 我講一大堆 其實這個問題 兩週之前就日落了 日落定義很簡單 第一根收在前一根下面 這一根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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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出 就這樣結束了 這個就是我來跟各位講 操作者跟 講產業的最大不同在於說 我可以持續分析產業 但是我身體要動作 對不對 你不能說這個水漏到一半 然後你才怎麼樣去處理它 那不對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補財庫的第一條很重要 維持身體健康神清氣爽 你賠錢你就不會神清氣爽 對不對 少我們的light進來 那我們看一下安晴也是一樣 這個昨天漲停 那今天震盪了嘛 但震盪也不是轉弱嘛 對不對 今天是出了一根中長黑 震盪了 對不對 那假設說你昨天漲停去追 你今天煩不煩惱 你今天已經煩惱了 你煩惱你就可能做一些奇怪的動作 對不對 比方說深微還沒有跌 深微能力還沒有跌 你會擔心說 那它會不會也補跌 你就把它賣掉 賣掉它就上去了 上去以後你可能就不追 對不對 比方說我們看到八方雲擊 有沒有 2753 那今天我們來看到一根大腸紅 有沒有 我昨天有沒有預告 有吧 這今天嘛對不對 隨便吃個什麼 什麼鍋貼 那我們來看一下昨天 來 假設你昨天看完我們的預告 少了light 對不對 一面在我們的文章中閱讀 一面叫十個鍋貼 那你今天覺得說吃太少 掌聽百有沒有 所以你財庫是不是補了 對吧 但如果你今天追在掌庭附近 你又開始東想西想 沒錯吧 所以提前掌握 那好把握這個機會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些所謂的內需消費很重要 那我覺得 因為美食KY 像85度C 什麼 幫你直接股票 因為大家都人盡皆知 所以下一波決勝的關鍵 就在於說 抓到那個市場上 還沒有反應的連鎖 還有包括餐飲 還有把飯店 那這些東西 我們就不會在螢幕上面講 但是我會寫在文章裡面 在48小時之內 你會看到 提前來做一個佈局 下一個要發動的 那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 我都不講了 因為都已經漲過了 亞洲張宗斯 那接下來就是說 內需消費 說是要發幾倍券不知道 有沒有一個減稅的效果 話題又拉回來 在主流媒體上面看到 所以你看保亞 富邦媒最標準的內需消費 好 前一陣子鋼鐵股 在走強的時候 它整理已經經過一段時間了 指標快滑到中軸 量也說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等一個觸跡 往上再發動一次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域名 還是維持在強勢的高檔 也就是說會出現第二次的買點 接下來綠能 因為這個能源還是強 你看世紀鋼 有往上發動的一個味道 這個抗動劑 有人先來做佈局 昨天有留一個上影線 看起來今天也出現多頭的抵抗 然後這就是身衛能源 持續在創高 我們要提前佈局元旦 會有第一波凸顯三級跳 我們這邊來跟各位講一下 今年加入我們的Lighter 高科技的方式就掃這個碼 加入Lighter 兔年三級跳的股票 現在有一個重點 讓我剛跟各位講的 因為第一波飯店就是這幾個 你不然就是老爺 不然就是雲品 再不然精華 就像我跟妳講說 飯店最重要的價值有幾個 就是你卡住 外國人來台灣一定會去的地方 這個接下來就是要比什麼 有一些轉投資手上的飯店 跟這個手上有很多餐廳的 對不對 你來台灣就會信義去 對不對 那下去B1都很多連鎖餐廳 誰選投資這些 那提前來做佈局 我們會寫在Lighter裡面 所以好好把握 我們提前來佈局 2023兔年三級跳的股票 我們拿到文章以後 我們明天早上就先來復排 明天的節目我就會帶各位做追蹤 掌握這個訊息 掌握這個資訊 跟著我們一步一步 兔年三級跳 不猜酷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